好我们今天阅读人讲重点呢 有以下好书要跟大家一起来推荐 分享 然后紧接先很快的讲讲 今天要谈哪些书 以及这些书主要用一句话来谈 还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呢 好第一本要谈的是 女孩与性 好那如果你本身有女儿 那这本书就务必要读一下 透过这本书让我们知道 你该如何跟孩子聊聊性教育 来帮助他们保护他们 好这第一本待会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本呢要聊星光体 什么星光体 然后这是一个蛮灵性的书 它讲另一个我 在我们身体里面 在我们灵魂当中另外一个自己 所以是从灵性的角度来出发 如果你对灵学很有兴趣 那这本书大家会来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第三本要谈的是 顶尖操盘手 他的10.5堂投资思维课 然后我相信大家会想说 为什么不用整数 要用10.5 好就是特别用这个点5 让你产生好奇感 这中间那一半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大家会跟大家分享 还有哪些投资心法 那第四本要来聊的是 好爸妈的高效生气力 我们如果对孩子要设规矩 发脾气 该怎么发不会受伤害 又能够让孩子遵守规则呢 然后第五本呢 创造与漫想 好那这位作者呢 非常鼎鼎大名 曾经是全球首富之一 好他就是亚马逊的创办人 他自己写的书哦 所以很难得可以见到 那个首富自己为自己作传 写下自己为什么创办亚马逊的自传 然后第六本呢 要谈的是立下界限 人和人关系需要有界限 而界限该怎么立呢 而为什么要立呢 待会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第七本 意思路 关于艺术的想象 艺术的思考的记录过程 好那待会分享这个艺术家 他怎么看待艺术本身 然后第八本 心字化 好这是一本心理学的书籍 来聊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且了解更多的自我 该如何从心字的角度出发 来探究 然后他也同时是一本蛮厚的一本书 所以今天这八本书 有哪一本是你今天很有兴趣 想要了解的呢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写下你想了解的书名 而透过你的留言 我们也会在今天分享的时候 多多为你多介绍一点 我们是在脸书上的现场直播形式 如果你是在YouTube上面 观看到我们内容 也欢迎你每天晚上九点 来到我们阅读人的脸书 跟着我们一起线上学习 然后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透过这样 好多好书的介绍形式 带大家畜类旁通 一起学习 有人好奇 十点五堂 到底什么是十点五堂 创造与漫想 新字化 玉婷写的 分享的 好 所以你想要阅读哪一本呢 好 启全说 星光体是一个蛮神奇的书 我在阅读的时候 我也在想 我这本书要怎么介绍 真的不好介绍 因为我对这个太悬的东西 有时候 我自己都很难拿捏 我可以怎么讲会最好 好 所以我们待会要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了 好 我们有朋友说 好爸妈的高效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呢 可有时候生气是必要的 好 那紧接着要来跟大家一起介绍第一本书了 好 今天的第一本书就聊性教育 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女儿呢 好 如果你有女儿的话 那更应该好好来把今天这一集听一下 然后但如果你本身觉得你在与孩子沟通性教育上面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 那这本书有很多故事案例和方法 直接点名告诉你 怎么样教孩子保护好自己 好 所以在这本书呢 先开宗民意 先来谈一件事 谈性 这件事情 如果女孩或男孩彼此都同意 好 这个就叫做同意性的接触形式 但现在有的人对于婚前或婚后这件事情 已经没有这么大的规则说婚前不能有或婚后才能有等等 除非你本身有一些宗教性的坚持 好 那但这就是每个人的自我的价值观的认定 可是如果好女孩子在婚前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行为发生 那父母的确要好好教 因为如果你不教 那要谁来教呢 学校老师吗 学校老师教这个很容易被告 很容易被那个家长贴标签 你怎么能够随便教呢 所以变成老师也有很大的压力 那既然学校老师也很难教 或者很难分享的状况下面 那父母不教 如果孩子自己学会在哪里学 网路上学 或者道听途说 也甚至呢 在网路上有人聊天跟他搭讪 就随便教他 就坏叔叔或者是坏姐姐乱教 这样就不太好了 所以呢 在这个正确的性观念性知识的状况下 其实应该父母来教 好 那延伸在书中也提到 那如果我们彼此说好了 那真的就可以合议做那件事情吗 那如果过程当中不舒服 我又该如何说不 该勇敢拒绝呢 然后甚至如果你不想发生关系 又该如何勇敢的反对呢 这本书将帮助爸妈面对自己 如果你自己在跟孩子谈性教育上面 好像有点不太自在 好 那这本书要克服你的成见 来一起感进度 好好了解青少女的性是怎么一回事 同时成为彼此更好的盟友 所以我们要更关心我们的孩子 也同时要更对性这件事情 有更开放开明的角度来看待 因为如果父母不教就真的只能有外面那些可能透过错误的流行观点或者是偏颇的性知识来进行教学 所以这个像有一个叫雪柔桑德伯格是Facebook的营运长 好他说 这本书的作者叫佩吉奥伦斯坦白说出了很重要而且被经常误解的话题 对 然后甚至有一位叫拉神达琼斯本身是一个演员 他说所有关心女孩女人以及人类的人都要读这本书 他甚至希望能够辞掉工作到全国来推广这本书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女儿那更要好好来跟他聊一聊 所以你本身会跟孩子聊性吗 还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你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呢 我觉得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家庭的读书会就能够在这过程当中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带孩子一起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保护好自己也尊重对方的身体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很大提醒 对 Sindy说直接跳过14章以前的健康教育 因为以前好像有些老师会对于这个健康教育这件事情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讲起 或很快很快就带过去 这个其实啊我觉得现在因为我的女儿现在小五 她说他们班上已经有八个已经有男朋友和女朋友关系了 有的可能是跟自己班级的 有人跟物外面不同班级的 所以有的班对有的不是班对 可是延伸这也也很明确看到一些一个现象就是 现在的孩子非常非常走 非常非常早就会进入到恋爱关系当中 我们以前总会觉得这个好像是要到高中大学 高中的时候开始有蠢蠢的爱 然后慢慢到大学才开始真的有交往关系出现 可是现在已经年龄降低到国小了 那国小会不会因此不小心怀孕呢 我告诉大家 在很多统计上面 黑数 那个妇产科的黑数当中 很多人在国中就莫名其妙发生了关系 甚至不懂得好好保护自己 避孕 进而后来真的有了孩子 我以前有一个国中同学啊 在国二还国三的时候 我已经忘记他什么时候休学了 他休学原因就是因为他怀孕了 他跟篮球队的一个 一个选手 就是以前 以前我们学校 当学校篮球队就感觉到哇好帅 然后他就跟他在一起 然后进而后来很早在 很早就当妈妈 然后我不清楚他后来有没有继续升学 只是我会稍稍觉得有点惋惜的是 他在应该好好学习 好好开怀大校时刻 他却提早要担任妈妈这个角色 好像有点过早了 所以要好好的教孩子哦 要好好教孩子 所以有学生说有男三还学他男男恋 不过现在因为同性的恋爱关系 已经慢慢比较开放 比较开明了 可是进而 这个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 真的要有人教 如果父母觉得学校教的不好 那父母应该要好好来教学 好好来教学 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 女孩与性 女孩与性 所以这个是值得好好来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阅读人也肩负着一件事情 一个使命就是一个社会责任 希望能够传播一些很重要的价值观念 能够影响更多的朋友 然后同时一起来好好探讨 反思一些社会的现象 我们该如何去把正确的价值观传播出去 然后当然我们每次介绍很多书 会有不同的思维观点 然后当然如果你不同意也没关系 因为你或许在这当中 你只是发现了原来别人是这么想的 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 且期盼 大家为今天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 透过转分享 把好书传播出去 所以有人说 从好人卡开始 小孩要懂得保护自己 是的没有错 好那紧接要介绍下一本书了 好下一本书要介绍什么 下一本书就是介绍一本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书 或但有些人可能如果宗教信仰观点 会觉得不太认同 可是因为我们阅读人 希望能够跟大家介绍各类书籍 透过各类书籍的介绍过程当中 了解这世界有不同的思维 和不同的想法 然后当然如果你在这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是跟你的本身的 信仰价值抵触 我鼓励你了解一下 这也是一种尊重 了解不同的价值思维 好那这本书书名叫星光体 它被标注为台湾书是第一本 探索人类除了肉体以外的 另外一种意识层次 叫做星光体的奥秘 所以它要告诉你 如何开启你的星光体的意识层 让你能够跟宇宙的能源 彼此对接彼此支持 然后进而能够让你的精神层面 往新地球之路前进 而你的人生的内在丰富感 将不于匮乏 所以这是一个星光体意识 提倡人神合一的新人类 所以这个星光体呢 到底什么星光体 我相信大家听完就觉得 好像有点悬 好像听不太懂 然后又该如何跟星光体来沟通呢 所以这本书呢 甚至还有音频有咒语 其实我在看这个里面的咒语和音频 有点像是那个喇嘛 喇嘛 哦 哦 那种咒语形式的 感觉好像是自己跟声音的连结 进而能够与宇宙的音频串联 在这部分 因为我没办法到这本书那么深刻研究 可是就我很快翻阅读到的一些重点 是包括如何跟宇宙的串联 然后同时透过光波的疗愈 来进化你身体的身心灵的平衡程度 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回归真我 所以你会对这样的书籍有兴趣吗 如果你对那种灵魂的追求 属灵意识的追求很有兴趣的话 换在下面留言加一 如果你对这类的资讯和知识 你觉得跟我信仰抵触 或者觉得太玄了 太神迹其事了 我不希望能够接触的话 留言加二也都没有问题 因为表示我们透过这种调查形式 再了解大家对这样的知识体 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的呢 有人说梵文咒语的部分 我觉得在阅读的时候 很像在读灵魂 可是又跟灵魂没有那么连结和关系 对 然后甚至他会举了很多在国外的那种佛像啊 宗教信仰 透过舞蹈的连结 其实不只是单纯 只是为了舞蹈而有 也是跟宇宙能量的串联 宇宙能量的串联 对 所以他说人类就是神的化身 只是你遗忘了 所以我们不会说这是神降临人间 而是人类重新溢起自己的神性 并且愿意与之合作的新时代来临 新时代来临 所以还蛮多朋友对这样的资讯是加一 很有兴趣的 所以表示其实很多人对这种灵性的提升 自我灵性的提升 真的有一种不同的相信 的不同的思维观点 不过也有人加二 对这样的资讯觉得必而远之 不过我们进而都可以了解 这世界多数人可以有 对这样的资讯可能会有兴趣和意识层次 好那紧接要准备介绍下一本书咯 我们阅读人的讲重点都会跨界阅读 所以会有介绍各类不同的书籍 也希望透过不同的书籍的介绍 让你了解 现在有哪些新书出版 也同时呢 透过这样的介绍形式 或许就有其中一本 是你有需要甚至能够帮助到你的好书咯 好那紧接要介绍下一本呢 要介绍叫做顶尖操盘手的十点五堂 投资思维克 好作者是保罗马歇尔 好他本身呢 就是在投资和管理大型经济 经济上面 非常非常的专业 所以他汇整了十点五个独特的观点 所以他指出现在很多学术理论呢 和市场实践严重脱节 像他直接点出盲点困境以及优势 进而提出相对应的建言 好那我紧接着来谈谈 他到底有哪十点五个 好我先来谈谈他十点五个 分别第一个叫做市场效率的低落性 第二个是人类是不理性的 第三个我们可衡量与持久的投资技巧 我们需要可衡量与持久的投资技巧 第四个认识市场的短期与长期差异 第五个找到转变的契机 第六个最佳投资组合是集中 还有分散并存 第七个做多比书放空有利 第八个胜过AI的可能就是跟人机合作 第九个重视不确定性的风险管理 第十个资产管理规模的秘密 然后第十点五个就是基金管理多数与失败收场的原因 对所以这是他提到的第十点五个 就是为什么基金总是失败呢 基金总是失败 我自己对基金的认知啊 因为我自己过去有去考取一些 关于投资理财证照 基金有非常非常多管理费用 只有你赚钱要收佣金之外 延伸还有一大堆管理费用 其实整个算下来那个比例还蛮高的 整个我已经那个因为我太久没有碰基金了 可是延伸我之前我印象中至少都有占三到五%的比例 是会需要拿来缴交相关相对应的一些管理费用等等 结果其实并没有想中 哇很多人想说哎我不会没关系 我交给基金经理人就能够帮我稳赚 可是没有亏是你 可是赚他们要分 赚他们要分 所以这进而这也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希望进行投资 一定要对于你的投资商品有一定的了解 一定的了解 好所以我挑几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七个叫做做多比放空有力 好为什么做多比放空有力呢 好因为经过大量统计啊 就是所有的产业基金整体的多头的年化报酬 是8.79% 而如果你是用放空形式的年化报酬呢 那基本上只有2.8% 所以一个是胜率有将近9成 9%左右 一个胜率只有3%不到 所以如果你要做多和做空 哪一个赚钱机会比较高呢 所以应该是做多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 做多赢的机会比较高 可如果你当然如果你玩的是杠杆 你的心脏很大 你想要用做空来很快赚到钱 但如果你对投资理财有非常深入研究 但你可以做这样的尝试 可如果你完全没有的话 建议你不要用放空的方式来操作任何 无论是期货或者是股票 这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危险性 所以这是我觉得要先跟大家提醒的第一个重点 然后延伸第二个重点又是 未来有很大量会运用到AI科技 人工智能来协助你看盘 甚至现在很多人的买卖股票都是设定停损点 停利点已经都是跟机器合作了 所以这过程当中你如何胜过大盘呢 如果你希望能够理性化来投资 那么我建议啊 就是你很明确设立停损点 以及明确设立停利点 那进而你在这过程当中就能够理性的操作 因为书中有提到说市场是不理性的 人性也是不理性的 因为市场就是跟人有关嘛 好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 顶尖操盘手的10.5堂投资思维课 如果你这本书没有介绍任何个股 你该投资什么一定赚大钱 可是很多重要的观点和思维 先把你的基本知识建立起来 好与大家分享咯 好那紧接着要准备介绍下一本书 对做多比放空有益 我们帮我们整理重点了 好那紧接着要介绍下一本书 要介绍什么书呢 要介绍书籍叫做生气 爸妈要不要生气呢 好爸妈的高效生气力 好不知道你跟孩子会不会在沟通上面 常常有纠纷或者有摩擦呢 如果常生气的话留言加一 如果你跟你孩子总是心平气和 也没有什么好吵的留言加二 好那我们紧接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生气这件事情其实需要练习 有生气和没生气都好 可是该如何在最后 让孩子或者让你自己 学到生气这门功课 以及为什么生气 生气的好处 以及生气坏处 好好认知这都是重要的 好所以这是好爸妈的高效生气书 作者是张承旭 他本身是一个心理智商师哦 他是韩国人 韩国人 他说很多时候愤怒源头不是因为孩子 而是你自己童年当中没有疗愈的伤 所以看到孩子重蹈覆测 你过去没有做好部分 例如你过去你在学习上面很失败 你在学习上面被羞辱过 所以一旦看到你孩子成绩很糟 你就会觉得你不会让孩子变成跟你过去一样 你就要用高压方式来进行管制 用生气的方式来进行要求 所以有时候父母要先反思 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 找到自身情绪的根源才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这本书有很多对你的童年医治的做法 因为作者是心理智商师嘛 然后同时呢 他还提到说 比起练习不生气啊 更该好好练习生气 因为作者本身自己也是双宝猫 他不否认生气的价值和必要 所以这本书提到很多关于高效生气的部分 好那紧接着要跟大家聊聊该如何生气的方法了 所以自己常跟孩子生气吗 生闷气吗 或者在讨论当中 常跟孩子吵架吗 有的人是大的加一小的加二 有的人是不知道跟孩子有什么好计较了 有人加三 因为可能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又很自由了 好那我们要来讲一下 那该如何生气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生气 有几个词 进可能不要用 或者最好不要用 叫做你总是每次都你竞感 你总是每次都你竞感 你总是这样犯错 你竞感再次犯了这个错 或者是每次都失败 透过这种一次一次的标签 其实只是不断的否定孩子的价值感 其实这三个啊 不只应用在孩子哦 其实我觉得应用在伴侣也是一样 不要跟你的伴侣说 你总是一直垃圾乱丢 你总是袜子没有放好 因为他不断被你说说说说久 他就会把这个资讯 不断定性在他自己的内心价值当中了 然后也不要用每次都 或你竞感的方式来威吓 你的孩子或另外一半 好那如果你希望孩子改进呢 避免使用激将法 因为很多父母会想说 我用激将法 用逼的方式 逼到他反省 可是有时候逼急了 狗急会说什么 跳墙 这跳墙啊 在人的关系以为他会真的做改变 不是 他会最多叫做放弃 就叫摆烂 叫摆烂 然后延伸有一种叫回声对话法 能够让孩子感觉被同理 那怎么样回声呢 就当孩子他表述了他的心情和情绪之后 你请表述最后再讲一次他刚刚所讲的话 就紧接你可以再接话一次 让他真的听到你真的感受到他真的在想什么 结果你的孩子可能说 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很糟 因为我跟我的好朋友吵架了 那父母可以怎么说呢 你应该这样说 所以你今天心情很糟 你跟你朋友吵架 对不对 或者你跟你朋友吵架 所以让你心情很糟 对不对 透过回应回声的方式 让你的孩子感觉到同理 他就愿意跟你分享再多一点 所以这叫回声对话法 那如果你总是直接给正确答案 那可能孩子不一定会收销 例如如果你的孩子说 今天跟好朋友吵架了心情很难过 然后你就跟他说 那你就不要这个朋友就好了 你跟他切八段 看他会不会真的就真的不要当你的朋友了 如果你能不能用激将方式 那你孩子会想说 我妈妈怎么了 或爸爸怎么了 所以不要用激将法逼孩子 这样可能真的狗鸡不是跳墙 叫狗鸡直接撞墙 直接放弃 直接放弃 所以舒雅说 从小就讨厌激将法 是的没有错 有人说我会生气吗 该生气还是会生气啊 就有时候 如果情绪压力过大 然后当天很多事没完成 可是却有时候也会跟我老婆 有纠纷过 就是事情太多 然后又嘎了很多家事要做的时候 就会觉得压力有点大 然后但有时候可能孩子 在某些状况下面 他可能无论他可能 两个孩子莫名其妙要吵架 我在介入当中 有时候情绪也会起来 所以我并不是不会生气 我们一样会有生气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生气之后 要能够反除刚刚生气的原因 进而在后面 你该道歉就是要道歉 该陈述你当时的感受 就要陈述当时的感受 透过理性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这才是 在这个无论是家人关系 夫妻关系 或你自己跟自己人生的关系 才能够比较圆 不然说圆满 应该叫比较健康一点 有人说我不爱做家事 不是不爱做家事 是当工作很多的时候 我会希望这个工作当下 在这个阶段先完成 再去衔接下一件事情 可是有时候 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老婆说 那碗没有洗 希望我现在就去洗 所以会觉得 我待会再洗就好了 因为我现在先把这个稿 先写完 或者先预备这个 我待会要准备做的事情 可是因为有时候 因为我们举例 就是有时候 有些人看到 那个物品没有归位 就情绪 脾气来的时候 脾气来的时候就忍不住 所以这进而 就会有一些纠纷产生 好 那警戒要介绍下一本书了 所以提到生气 大家都很有感觉 好 那下一本书要谈什么呢 下一本书要谈的是 创造与漫想 好 这本书是贝佐兹 自己轻传的哦 好 贝佐兹是亚马逊的创办人 所以自己写自己的书 自己写自己的人生自传 所以贾博斯传作者 艾萨克森用两万字专文来 解析这个贝佐兹 独树一格的领导风格 与经营手法 所以贝佐兹怎么说呢 他说啊 如果你抵抗趋势 你可能在抗拒的是未来 抗拒的是未来 所以这是 贝佐兹 亲笔 所写 然后当然前面有一个人 为他来进行整理和导读 这里面提到了 他自己在经营这个亚马逊 30岁的时候创业 然后一开始也没有想过 网络书店可以开展成 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模式 对 所以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进而 踏对了科技趋势 甚至也不断的在科技的应用 研发扩展上面 延伸 走到了AWS 如果大家知道AWS 就是网络空间 进而提供网络的服务 进而也帮助了许多企业 应用层面 然后但他也不再只是单纯 只是卖书 开始跨进到各类电商产品面向 所以这是他在这过程当中 不断扩张的部分 好那他自己呢 在检视他自己人生的面向当中 他觉得他有几个很重要元素 第一个叫好奇心 他对于很多事情 保持了非常大的好奇感 想象这件事还有哪些可能 还有哪些机会 甚至他很乐于接受一件事情 叫做尝试失败 不断试错试错当中 找到一个大成功的机会点 所以他们有非常大量的 不同的类型的投资 其实我觉得跟CM很像 就要不断的尝试各种新的研发 进而在这新研发当中 找到出类拔萃的点 好第二个 关键就是热爱艺术还有科学 所以不要认为 这样创业者他们所爱的东西 就三管内的资讯 没有 他们热爱艺术 还有科学的知识 透过这样的科学和艺术知识 使他们在判断很多事情上面 有更多人文 以及未来的科幻思维感 科幻思维感 所以人文科技商业这三个 进而使他自己在 也在创造亚马逊这个商业模式当中 是他非常重视的药项 非常重视的药项 然后他同时呢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大量阅读的人 所以为什么他散岁要开的是网路书店 因为书店有个很大好处 就可以读各类的书籍 现在他提到说 外祖父会带他到一间科幻小说的图书馆看书 然后同时他会用夏天的时间呢 买手苦读上百本书 所以他大量阅读了各类不同的科幻小说 以及各类书籍 然后长大之后 贝佐斯除了引述他们句子之外 也常常会谈到这些他过去所阅读的书籍的法则 书籍的法则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大量阅读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在线上的朋友 或许未来就能够出一位贝佐斯 因为大家都是热爱阅读的朋友 透过知识使自己在知识想象当中 找到力量找到答案 也希望鼓励大家在这阅读的过程当中 反思思考一下 这些知识跟你自己的关系 进而能够或许在你自己的未来的人生的职业发展上面 你找到你自己的创新以及人生的志业 所以也与大家回馈分享 有人说我会不会想开书店呢 我之前有认识书店朋友 然后他书店原本要收掉 他有邀请我去评估 然后希望我能够跟他合作 或者就由我来顶下那个书店 可是因为我自己有评估过 书这个开展模式 他有很大的困境 就是他很难单纯靠书变成钱 难度真的非常非常高 真的很难赚钱 除非他变成跟餐饮结合 跟咖啡结合 所以他真正赚钱的不是书 是卖咖啡卖餐饮 可是这就跟我本身在推广阅读的理念有点背道而词 甚至我觉得如果我开了一家店 我又非常大量的时间会绑在店当中 反而使我在推广阅读的路径上面 好像少了更多机会 因为我透过网路可以触及到许多朋友 也透过大家的按赞和转分享 能够影响到更多人 所以我觉得好像如果开一间店 虽然好像很棒 它是一个我们的共有资产 可是却也会限缩 好像我在推广越多可能 然后但或许这也是我自己思维性的狭隘 或许如果开一家店 它可能不是一家 它也可以是连锁 在全台有不同的书店形式 但未来有各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放在心里 想想看未来的可能 它的发展 但我蛮羡慕 国外日本有一种特别书店 它找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间 那个书店每一个礼拜只卖一本书 就只讲那一本书 然后是由那个书店主人 自己精挑细选 所选的那本书 所以它用书来策展 我觉得这点子还蛮棒的 可是在台湾不知道这样的策展形式 那个书店会不会饿死 不过或许这也是跟大家回馈和分享的部分 对所以千万不要先拒绝 对像说我可以一直开讲座吗 其实每天晚上九点的直播 就是一场一场又一场的讲座 跟大家介绍各类不同的好书 对其实书店的那个 那个营收真的很辛苦 二手书店还有一点点机会 可是非二手书店如果卖全部新书 那难度真的很高 通常要搭着文具来卖才有机会 那个进而能够活下来 书店毛利真的很惨 就通常我跟大家分享小小一个秘密 就是通常书店的进货价六折六五折 可是你算一下 现在很多啊 网路上都是直接七九折就开始卖 而且你一书店买书 还要把书扛回家 所以中间那个 好那我们刚看完 如果七九折 算八折好了 然后减掉刚刚其实六五折 只有一成五的空间 只有15%的利润 这15%利润还没扣掉 人事管销电租水电 扣完根本赚不到钱了 比卖餐饮还难做 因为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创业过餐饮产业 餐饮产业那个 就食品的相关的那个成本 是差不多占 整整体如果你买到一碗面 100块 我举个100块比较好算了 通常它的成本是30块 好那30块叠加 有将近七成的空间 可以拿来扣掉房租 人事管销相对成本 还有很大空间 可是书完全没有 所以书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很容易饿死啊 真的容易饿死 好所以跟大家回馈了 对有人说以后在海边 可以那个开咖啡厅 一次讲一本书 不过要海边可能只有六日才会有人来 平常就只能喝海风了 喝海风 好那紧接下来介绍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是每个人到学的功课 这本书呢书名叫做立下界线 好不知道大家对界线 这个观点自己是否会立界线呢 很多人其实不太会立界线 我以前也不太会立 就不懂得拒绝 好这本书的作者是书群慧老师 本身的諮商心理师 好他自己写的这本书 要提起大家 要卸下生命中不必要的内疚感 找回平静 成为温柔且坚定的自己 所以为了证明自己好 我们总是在乎别人怎么说 怎么看 怎么反应 不断的被迫答应他人 满足他人 纵使他人得尊庆祠 我们却停不下来 身心情绪都失衡 所以你是怎么样过人生 你试着忙忙着讨好他人的指指点点呢 害怕冲突呢 失去自我呢 还是你能够从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立场 接纳自己的限制和不足呢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 因为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 要求你和期待你的人 最早要求和期待对象就是你的爸妈 你的父母 期待你会走路 期待你会念书 期待你会考试 期待你拥有好学校 期待你交到男朋友 交到女朋友 期待你早点结婚 期待你早点生孩子 让他可以抱孙子 期待你成家 期待你立业 期待许多许多面向 而在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人参一角 参一角包括学校老师 参一角包括你的老板 参一角包括你的另外一半 甚至参一角包括你的孩子 所以我们总需要在人际关系当中 你不懂得立界线 你只会把自己不断一个一个压在自己的身上而爆炸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如果有一些人总是提醒你说 不要那么自私 怎么爱计较你太敏感 我都是为你好 那通常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人 他不完全是为你好 他可能并没有认知到 他其实是拿刀在恐吓你 在戳着你 所以呢 你不要把这些都收进到你的内心当中 不需要有内疚感 不需要有愧疚感 不需要有羞愧感 你要好好的理解自己 同时给自己信心 因为他提到说 把能量花在错的人身上 心会更伤 你的存在价值 不需要靠委屈自己 成全别人来证明 所以你自己可以拥有自己的价值 而你自己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呢 这时候有几个提醒 第一个提醒就是 当你人生不被别人看好 你要好好看好你自己 你一定要先肯定自己 第二个 在被别人褒贬之间 你要先自己建立属于自己的自尊心 了解自己的价值感 不要别人褒就认为被捧上天 然后也不要被别人褒就否定了自己 同时要疼惜 怀抱自己那个内在小孩 支持自己 肯定自己内在的价值感 然后把在乎留给 值得你在乎的人身上 所以有些人需要立界线 有些人需要没有界线 跟他好好的畅聊 彼此交托 彼此依靠 彼此分享 把压力卸出去 所以你自己会立界线吗 你在立界线棍当中 有没有曾经受过伤害呢 所以这真的不容易啊 不容易 所以惠玲说 别人讲的参考就好 笑笑就好 对 所以立界线 立下界线 很重要 如果你常常会有愧疚感的 那作者要提醒你 真正需要羞愧的是别人 因为别人自己做不到 所以才会用他做不到的部分 来要求你 来要求你 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了 对 因为很多父母希望孩子 把很多十八般五义都学会 可是又可以反问父母 那你自己学会这些十八般五义了吗 好像并没有 并没有 对 齐全说 有时候只想带过 懒得真 对 因为真 真赢了 也真的赢了吗 好像也真不赢 就听听就好 笑笑就过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你争辩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真赢了 好像也只是证明说 你这时候说的有理 可是你在情的部分 可能就失去了平衡了 好 所以大家回馈咯 好 那准备阅读下一本书 对 Sindy说 像父子骑驴 怎么做都会有人说话 是的 没有错 好 下一本书呢 要来谈谈艺术 艺思路 好 作者呢 是杨 杨世宏先生 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 专门创作 书情抽画像 好 在书里面有非常多 他大量的作品 有非常他大量的作品 然后他抽画像形式呢 因为就抽画 所以你只有自己 会自己进行解读 他没办法 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说他就是 要传递的价值意思是如何 他说艺术是人类存在状态 最深层的沟通 而植物的生长 是对地性引力温柔的反叛 狂圈是一种态度 气质格调 创作要有热情 而光有热情 没办法 不一定能够创作 虽美是生命的奥妙 它不只存在眼睛 更存在心灵 所以这里面 有非常他大量的作品 所以他里面提到 艺术之间的沉思 从艺术思想脸书 创造见解美感 从不同角度 他来聊聊这些艺术的体验 好那我分享其中一段 音乐 音乐跟艺术也是一样的 他说音乐是有始有终的 而绘画者是无始无终 从绘画观赏者的角度而言 一张画到底从哪里开始 又从哪里结束 几乎无从知晓 而音乐是清清楚楚 有始有终 所以我说绘画是无始无终 可是缺少了音乐呢 空间是不完整的 休止符是音乐创作者的终极关怀 优美的音乐都发自内心 而美的意象也是如此 音乐是用耳朵听 它是看不见 抽象的 你不会因此而说听不懂 当听到好听的音乐时 你总会嫌他时间太短 所以有人续酒 而我是续音乐 说的夸张一点 我可以一天没有看话 可是不能一天没听音乐 原本会因为听到 聊播新弦音乐而感动流泪 看深刻电影 读感人文学 甚至看精彩的球赛 都会激动的落泪 但我从来没有在一幅画前面 流过眼泪 我会起鸡皮疙瘩 或寒毛树立 叹为观子 所以表示作者说 他自己在看画作上面 他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激动 可是他说在音乐过程当中 他听到钢琴家的体验 他会很深刻很深刻的 有很大的感受感 所以每个人对音速的 音乐的体验感 真的都不一样 或对艺术的体验感不一样 有人是对音乐 有很大的感受 有人是对电影 而有的人可能对艺术 所以这本书要聊聊艺术 艺术路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世界 来看人生 来看体验 来看科技 所以聊艺术 如果你对这种艺术性的书籍有兴趣 或许可以了解了 好那 紧接要介绍今天的第八本书 也欢迎你为今天那种按赞 并且转分享 我们阅读人的脸书直播 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读书 同时也会同步分享到 YouTube上面 如果你是YouTube上面的朋友 也欢迎你可以每天晚上九点 跟着我们来阅读人 读书 一起来交流 还有讨论哦 好那这本书在谈什么呢 这本书分三个部分 人的心智如何完整 人的心智如何行数 人的心智如何被社会 被家庭 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 那这本书有非常大量的介绍 从衣服的关系 衣服关系就从家庭开始嘛 然后到情感的调节 你和人之间的感受 爱情 亲情 友情 然后进而到自我的认知发展 这过程你的心智该如何建构 这本书有非常完整的介绍 而这本书甚至还曾经获得 有三位呢 都是关于精神领域的研究专家 分别是彼得彭纳吉 乔治 葛瑞盖 然后艾略特 朱里 斯特 还有第四位 叫玛丽 汉普 沃斯 临床心理学家 所以四位关于心理学的大师 他们集结 一起研究了 关于人的心智养成的各个面向 好所以这是在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八本书集 不知道这八本书 哪一本对你而言最受用 最有感觉呢 所以这是在今天与大家分享 所介绍的内容 而每一个人或许这当中会有一本书 就影响到你 支持到你 这也是我们持续在每天晚上九点 希望能够跟大家在线上读书的原因 更希望我们所介绍好的书 能够大大影响帮助到你 更鼓励你为我们今天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 支持阅读 也同时发挥阅读的影响力 传播出去 也再次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 谢谢你在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读书 期待明天晚上九点的再见 明天晚上九点呢 要跟大家导读一本很厉害的书哦 要去导读新闻 而新闻该如何产出新闻 这当中有真有假 又该如何看出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呢 在明天晚上九点的时间 将为大家来分享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要跟大家来谈谈 那些造假的新闻 是如何被创造的 明天晚上九点 跟着我们一起来读书 看新闻哦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